蓝风之我意 江淑宁给人的感觉就是 太能折腾了 自己婚姻不幸福 就隔三差五去折磨 比她更不幸的林芝 对林芝和傅荣的孩子傅西周 也充满了敌意 林芝去世后 江淑宁少了一个能够针对的目标 也更加把精力放在了 争夺公司和儿子的婚事上 她一心想让傅云申取周知之 因为这样就能得到 周家的支持 为夺得公司增加很多的胜算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她不惜找人威胁朱旧 哪怕是在傅云申受伤身体 极度虚弱的情况下 她依旧跟她发生争执 从而造成她更严重的损伤 江淑宁为什么那么爱折腾 江淑宁这一生 就是折腾的一生 她当初嫁给傅荣 本是家族联姻 而且傅荣当时已经有了林芝 还生下了傅西周 她很清楚傅荣不爱她 因为得不到爱 她就在这段婚姻里折腾 去找林芝的麻烦 跟傅荣各种争吵 傅荣想要离开 她又不让 哀求着让傅荣给她留个孩子 傅荣也不是个负责任的男人 江淑宁说想要个孩子 她就真的跟她生个孩子 她觉得只要把孩子生下来 她就完成任务了 就可以离开了 江淑宁也会有了寄托 不再缠着她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生了傅荣深 江淑宁得不到老公的爱 自然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儿子身上 对儿子的控制也会更强 傅荣深长大后 江淑宁就只想窜夺 她争夺公司的话语权 因为傅西周在林芝生病后 也被接到了傅家 同为傅林天的孙子 江淑宁很害怕傅林天 让傅西周接手公司 她想得到公司 一方面是因为她对林芝和傅西周 做的那些事 她很清楚如果傅西周接手了公司 就会把她扫地出门 另一方面 她的婚姻本就是一场利益交换 唐江嘉在这场交换中 为傅家提供了很多 江淑宁不甘心自己到最后 什么都没得到 所以她就不停地折腾 折腾她自己 折腾儿子 折腾傅西周 把整个傅家搅和的鸡犬不宁 也差点把自己送进监狱 折腾的背后 是严重的内耗 江淑宁看似是在折腾着 跟傅家有关的每个人 实际上 她是一直在跟自己过不去 她和傅龙的婚姻 就是一场悲剧 她不甘心自己沦为 这场悲剧的牺牲品 生下傅云身后 傅龙一走了之 林芝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傅西周不得不被接近傅家 由她这个后妈抚养 既得不到丈夫的爱 还得养着丈夫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 丈夫对她还如此绝情 这样的遭遇 换了谁 都不会甘心的 傅龙天在临终前 曾反思自己当年的做法 跟江淑宁道歉 说是自己的错 才让她一辈子活得那么痛苦 江淑宁说 有什么痛苦的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痛苦 就是那样的痛苦 不停地变着花样 只要是心里有个愿望 怎么都是活着 我还有云身呢 这话也就很好地解释了 她当年为什么明知道傅容不爱她 却非得要生个孩子 她是想给自己一个指望 一个期盼 一个坚持下去的动力 江淑宁后来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让儿子争夺公司上面 那是因为除此之外 她的婚姻 再没带给她什么 她只有一个儿子 和她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的傅家 她不停地折腾儿子和傅家 最根本的原因 是她一直走不出这段婚姻 带给她的创伤和挫败感 所以这些年来 她一直都深陷内耗当中 无法获得心安 江淑宁有多可怜 难封之我义 江淑宁做了很多过分的事 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儿子傅云深 她口口声声都是为了她 却不停地在伤害她 江淑宁本质上 不是一个恶毒的女儿 要不然 她也不会明明不待见傅西州 明明傅容已经离开了家 抛下了她 她依然会抚养傅西州长大 她之所以做那么多过分的事 折腾得傅家人养马帆 是因为她有太多无处安放的不甘 我们都觉得林芝可怜 可仔细想想 站在林芝的角度 她至少还有过幸福 她跟傅容真心相爱过 并且在傅容离开她跟江淑宁结婚后 还是会千方百计去看望她 而江淑宁 她自始至终没被爱过 她的婚姻就是一件利益交换的筹码 她的丈夫心里装着别的女人 她不仅不被爱 还不被尊重 丈夫在离开家前的那一刻 还对她充满了恶言 可她又做错了什么 她跟傅容一样 原本就是个无法为自己的婚姻做主的可怜人 既然婚姻由不得她选择 她就想认命 想安安分分嫁进傅家过日子 没有爱 有一份平淡也是好的 可是就连这么个小小的愿望 对她来说也是奢望 傅容对抗不了傅林天 便把所有的怨恨都是夹在了江淑宁身上 对这个父亲强塞给她的妻子深恶痛绝 无论江淑宁怎样靠近她 讨好她 傅容都不为所动 只会更加厌恶她 就是这样的婚姻 才让江淑宁绝望了 她才把金币和寄托都放在了儿子和傅家的公司上面 才会这一生都活在不停的折腾中 但她无论怎么折腾 都无法填补婚姻带给她的空洞 这正是她最为可怜之处 很多女人把婚姻当成第二次投胎 我觉得是言过其实了 但对于有些女人来说 她这一生的性或不性 的确跟婚姻的状态息息相关 江淑宁如果不是在婚姻中被这样对待 那么她其实是可以很好地过完这一生的 她自己有能力 有实力不错的娘家 也有一份与生俱来的善良 是婚姻把她逼成了这个样子 当然了 她自己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她太执着于在意那个不爱她的男人 女人应该记住 无论何时 你都应该勇敢地做你自己 而不是只记得你是谁的妻子 谁的女儿或儿媳 这样 当你在婚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爱 你也会有力量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美